各位網友大家好 歡迎又來到我們《芒向編輯部》的YouTube Channel 頻道 首先這裡有我們澳洲所投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還有我家鎮生的大家好 大家喜歡我們的節目 除了來到大台《芒向編輯部》 還可以到二台正香煲和三材沙冷氣那裡 點贊、分享和訂閱 將這個齊抗疫聘經濟反攬炒的訊息傳揚出去 好了,今節我們討論BNO祖國的事情 BNO祖國的電視台《悲悲思》 他的北愛爾蘭頻道做了一個民意調查 這個民意調查是針對北愛爾蘭和愛爾蘭共和國邊境的人民進行的一個民意調查 這項民意調查顯示在愛爾蘭共和國和北愛邊境的人士相信一件事 25年之內北愛必會脫應 說回大部份的受訪者 相信10年內北愛依然會留在大北列顛 即是留在英國的 但是如果25年沒有人敢保證 說回,在北愛邊境上就有49%的人認為 如果今天邊境有公投 他們依然會選擇留在英國 43%的人就支持和愛爾蘭統一 8%的人就懸疑未決 那麼在愛爾蘭共和國那一邊 其實都是這樣的 都是有做民意調查的 就說51%的人支持愛爾蘭統一 27%的人就認為北愛應該留在英國 22%的人就不確定 他們就問到北愛會不會在10年內依然留在英國 其實北愛人和愛爾蘭人 愛爾蘭共和國的人也分別表示是會的 北愛的人就有55%覺得10年內依然是英國的國土 但是外爾蘭的人更加多 是覺得有59%的人士覺得北愛依然會留在英國 但是有人就說如果將時間點拉長 拉長到25年 那麼北愛就有51%的人覺得北愛一定會脫英 那麼愛爾蘭共和國方面就有54%的人認為北愛也會脫英 這份文調就顯示只有40%的受訪的北愛人 覺得北愛成立100周年是值得慶祝的 而且兩地的人大多數都認為北愛依然是有機會發生政治暴力事件 這項調查是在復活節期間進行的 當時北愛也有發生衝突的 跟以往不同的 這波騷亂的參與者不是獨立分子 或者不是親愛爾蘭的人 是親英派來的 是所謂的保皇派 等待我們去詳細介紹 等待我們去詳細介紹 文調顯示76%受訪的愛爾蘭人認為 北愛地位爭議是完全沒有解決的 未來有機會發生更多的暴力事件 在愛爾蘭共和國 覺得北愛地位仍然是沒有解決的高達87% 其實我這樣解讀 我這樣解讀北愛人 就是在邊境的北愛人和愛爾蘭人 他們覺得北愛 現在應該這麼說 現在到十年之內 都是暫時被英國管住 最後北愛我們一定會回到愛爾蘭的 就是回到愛爾蘭共和國 會統一 你是不是這樣看呢? 其實說真的 我其實一直都這樣覺得 要看你本身英國有多少好處 國力是怎樣? 有多少好處? 就是當你民生不好的時候 那些人就會想一下 有沒有一個其他的選項 嗯 就是譬如說 當年我醫道的灰毒公投 是因為長年累月 就是當時保守黨 Brian Maluni都已經執政了十幾年 他的後期剛剛遇上這個經濟衰退 其實罪都並不在他 不過剛剛回答好老寶殊年代的經濟衰退 結果是令到民心思辨 嗯 而且Brian Maluni 他都不算是一個法裔 就是好像Trudeau那樣的法裔人 Kelbeck人 那些人就乘機來 就是那個趨向是這樣 不算跟正苗紅 其實Trudeau都是跟正苗紅的 真是法裔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經濟不好 那些人就去拼命 嗯 而現在很明顯是看到英國本身 因為脫歐 因為19 是搞到一頗族 尤其是 那幫寶王派 他基本上是對於那一條 說由英倫 本土 英倫 英倫 英倫和斯克蘭 說要運東西去你北愛那裏 之前是要經過審查 有很多人調戲是很不順的 本來就是北愛和外爾蘭盡量看到 好像沒有邊界一樣 之前社長都說過 這樣看上去 就做到一個觀感 觀感而異 就是兩個國家 北愛當然是英國 外爾蘭共和國當然是獨立國家 兩個國家好像沒有什麼邊界 好像兩地的外爾蘭人 都是等於一起生活 但是現在不是 說回這份文調 48%的受訪北外人 希望英國當局撤回 英國脫歐協議中 爭議性的貿易條款 就是剛才說的北愛的條款 46%的人認為 北愛是應該保留有關條款的 在新規定之下 通過外爾蘭水域 從英國本土運送的貨物到北愛 需要加以按檢 這是威脅了英國制度上的完整性 其實外爾蘭總理Michael Martin 馬克爾馬丁接受 卑卑斯的訪問時 就說新規定並非要分裂英國 但是英國首相 Boris Johnson 約翰遜就表示 會爭取取消相關規定 因為就說 外爾蘭海上 這個決定其實是叫做 外爾蘭海上荒謬的貿易屏障 他居然這樣說 其實在外爾蘭共和國 大部份人是支持外爾蘭政府貿易上的立場 只有74%的人認為不應該撤回這個規定 在北愛 雖然大多數人不認同有關貿易措施 但是大部份人希望與歐盟保持一定的經濟聯繫 說回說 56%的北愛人接受訪問時 希望當地議會三年內 舉行有關留歐、脫歐的投票時 這56%的人會選擇支持留歐 只有34%的人希望脫離歐洲單一市場 另外一件事就是37%的北愛受訪者 希望五年內可以舉行邊境公投 另外有29%的人希望五年後才舉行邊境公投 當然了 訪問得利外爾蘭總理 他也訪問英國首相Boris Johnson 他說話很大口氣 他說我是一個驕傲的統一派 並且認為北愛成立100周年是值得慶祝的 民調 只有40%的人覺得 北愛成立100周年是值得慶祝的 45%的人覺得不值得慶祝的 而且 而且公開慶祝北愛成立在民調當中 公開慶祝北愛成立100周年 在民調當中五個選項當中最不喜歡的 北愛人覺得我不值得慶祝留在英國 對不起 當時其實這個北愛獨立運動 愛爾蘭獨立運動裡面 到最後要講和 到最後講和 英國是打完一次大戰元氣大傷 愛爾蘭獨立運動用那套手法 跟香港黃人是差不多 黑暴對不起 應該說黑暴那班人是差不多 當時到最後 主事和他談過 和邱吉爾談過 當時邱吉爾不是首相 不過他是負責這件事去談 是利用北愛犧牲了北愛 仍然留英 去換取整個其他愛爾蘭地方的獨立 所以在英國來講 這一次是我們的失敗 在愛爾蘭人來講 這一次也是我們的失敗 在半途 那再講 你講這件事就很吊詭了 其實在北愛 百分之四十人的日 百分之四十八的人認為 一百年前 愛爾蘭分裂 並且設下邊界 令北愛留在英國 是一個應該後悔的負面 是的 其實他們是很生氣的 是的 而當日負責談那位 Cohen Cohen哥哥最後是被獨立派的人伏擊 說你是一個叛徒不在 但是Cohen他本身 他是他一手插畫武裝的力量 所有東西是他一手插畫 但是他都知道應該什麼時候收 甚至犧牲一小部分去換取大部分 令到愛爾蘭獨立 但是到最後就比一個更加激進的派系倒下了 嗯 那說回來 其實呢 百分之五十的北愛人覺得 英國政府應該專心應對 十九大來的挑戰 不是搞什麼八年慶祝活動 那 那 百分之六十一的人就覺得 用中立的態度去看 還有呢 整件在議題上有不同的意見 就是中立 但是我也是不確定 哈哈哈哈 因為這一次的事是雙方的妥協而成 雙方都認為我自己虧了大陰 講數 其實大家藉在心裡 這條戲都是不信的 哈哈哈哈 那說回來愛爾蘭共和國 更加當然了 將自己的同鄉拔了出去 在愛爾蘭共和國 覺得 為北愛慶祝成立一百周年 只有百分之十二的人 覺得值得慶祝當然了 你將它分了出去 哈哈哈哈 那另外呢 有一點 其實這樣一看 北愛人是很後悔 也很不甘心自己生氣在英國 哈哈哈哈 其實這次 再說回來 這項文調是由BBC 北愛頻道Spotline 委託北愛及愛爾蘭共和國 民調機構 Lucid Talk 和Iron Things進行的 其實 其實 訪問的人都是幾多的 就是收集了28,500個回應 誤差率是剩下2.5% 其實是有一定代表性的 你別說 而且它是故意針對邊境的人來做訪問的 因為他們更加強烈 因為他們更加強烈 剛才我們說過 在慶祝所謂一百周年的時候 以及 之前愛爾蘭也有些美麗風景線 但是很少媒體報 我們重溫一下 其實4月10日的時候 愛爾蘭總理 剛才說的Michael Martin 都是警告 警告貝爾法斯特 即是警告北愛 不要再重新陷入 政治動亂的黑暗歲月 為什麼呢 因為北愛當時經歷了十年來最大的騷亂 首府貝爾法斯特 你記住 今次策劃那些 不是和新分黨有關的 是和親英派 即是保皇派 和親愛爾蘭的共和派 其實兩邊都是有人出汽水 有多彈子 亦都有磚頭 不過保皇派比較浪 這次保皇派很浪 那幾天 4月10日之前那幾天 是衝天紅紅的聲音 搞到衝天火光 外界再次害怕 就是北愛的暴力事件會不會有回來呢? 其實是什麼事呢? 就是英國首相Boris Johnson 你知道了 他政府就簽了脫鈎協議 拱手把外爾蘭留在歐盟的單一市場 直到北愛議會2023年 才決定是否會延續 那時候起 北愛的保皇黨就很生氣 就說他買國賊 買國賊 那就是全部憤怒的情緒 就發出來了 其實當時 貝爾法斯特 又是汽水有多彈子 又有路障 真是麻煩了 現在算是控制了 不過有件事 大家知道 自從今年1月1日 英國正式脫鈎之後 北愛也切身感受到被英國遺棄 在歐盟的衝擊 這是保皇黨說的 在這情況下 倫敦居然頭痛衣 頭腳痛衣 單方面把北愛超市的三個月 通過免期延長制 十個月 以及簡化了一些空關過程 這裏就令到北愛的親英派覺得 嘩 你有沒有搞錯 明明脫鈎 明明我們可以自主 我們國家 所以當時本來只是有零星的火花 後來真的 他居然有這個 有一個叫做 阿爾斯特自願軍 UVF 以及阿爾斯特防衛協會 我還以為是熱血少年軍 這些全部都是保皇派的民兵組織 組成了保皇派社區理事會 我聽到想 好像他們更加像那些搞獨立的人 而且他們聯名上書 英國和愛爾蘭兩個國家的政府 宣布不再支持北愛的貝爾法斯特協議 貝爾法斯特協議是什麼? 這個協議是為北愛帶來和平的 是23年前簽的 當時這個協議 標誌著結束北愛30年的動盪 現在他們說不理這條協議 那當然有很多汽水有多彈志 那保皇派做了什麼呢? BBQ 通界BBQ 汽水有多彈志 之後也罵英警什麼全家 好像那些皇友 香港又說什麼什麼全家 他們說英警什麼全家 其實這次保皇派 這次狼死一點 和那些共和派的年輕人互相 這次真的扔轉 你看到多恐怖 不過有件事 非納親王做了一件好事 就是他死了 所以有些人為了悼念非納親王 就停下來 其實挺嚴重的 你看看 當時我們說回歷史 當時北愛的騷戀 其實就是過去歷史全部的一個累積 表現出來的 其實說白了 就是信奉天主教 親愛爾蘭的所謂統一派 以及信奉新教 親英的 他也是統一派 不過他和英國統一 如果這樣說 我說信奉天主教 親愛爾蘭的應該叫共和派 因為親愛爾蘭共和國 這個衝突 我們說回歷史 其實可以追溯到 英國人 自12世紀以來 對愛爾蘭的入侵 由於英國 的確是施行了一系列的惡政 包括16世紀 嘉賊你可以補充一下 即是 他在這個都督王朝之前 雙方是沒有事 即是 衝突是沒有那麼大 亨利八世之前 因為當時是封建制度 他英國英倫的國王主要就是派個諸侯 那些在北外那裡住宅 是這麼多 有什麼呢 就跟你愛爾蘭那些諸侯講數 愛爾蘭人本身的實力是不夠的 但是當時英國後來打內戰 愛爾蘭是 偶爾就扭一下 就幫忙打內戰 到都督王朝剛剛上來的時候 當時的國王亨利七世 他是主要的手段就是 我買你怕了 你參加完我的內戰之後 你打輸給我 我不會追究你 打到你怕你不要反我 我不搞你你不要搞我 但是到他的兒子 亨利八世就是娶了六個老婆 還要脫離天主教的人上來之後 就是要搞總督制 就剝奪了當時愛爾蘭那些諸侯的土地 這件事就積了百年深仇 一直拖到大家所熟悉的十九世紀 二十世紀 你想想那時候是一五幾年 一五四幾年拖到六六 到現在四百幾年的深仇 是呀 沒錯 你說得對 是十六世紀的事情 因為其實他 他把愛爾蘭信奉天主教 你天主教徒是有勇地權的 你硬拔掉別人 還有一件事 令到愛爾蘭裏 為什麼這麼多移民去美國 和其他的前英國殖民地 就是因為一百四五年 和到一百四六年的 愛爾蘭大饑荒 是 英國政府是見死不救 這個大家都知道 所以為什麼在我們加拿大 還有就是澳洲、新西蘭 這麼多愛爾蘭裏 很早過來做開荒牛 是真的沒得吃 就是如果看到那些什麼愛爾蘭 如果大家有看一套 Gangs of New York 馬田史高西斯拍的那些 或者是馬田史高西斯拍過一套 叫Departed 就是無間道風雲 Dicabio抄無間道那一套 背景是愛爾蘭黑幫的故事 就是這樣 其實愛爾蘭人在美國是很大勢力的 是呀 好像JFK 就是 這個約翰金賴迪 都是我 很多 其實愛爾蘭真的很多 還有當時 因為這個大饑荒 愛爾蘭就揭桿起義 經歷了兩年戰爭 南方的二十個郡 就在一九 當時 當時 就是 準備就讀了 英國移民比較多的 北方六郡 就是現在是北愛 就留在英國了 所以現在 宗教和身份認同 就成為了一個火藥統 最後就演變成為 1968年到1998年 30年的動盪 那段是黑暗歲月來的 愛爾蘭共和軍 大家知道了 其實跟英國的保皇派 鬥爭了30年 當然很多汽水油都打字 砰砰砰 砰砰 加常便飯 3600人 沒有了 1998年 就是剛才我們所說的 貝爾法斯特協議 就承認了北愛和愛爾蘭的特殊聯繫 就是保障地方自治和兩個派別 分享權力 北愛才走入今天的和平 現在保皇派又破壞了這個平衡 真是嚴重了 所以你看到 剛才說的那份卑鄙民意調查 不是這十年八年的事情 是幾個世紀以來累積的一些 叫做怨恨 沒有辦法 就是不是那麼容易解決到 所以我也認同 其實25年 十年內 北愛依然會留在英國 但是25年真的不敢說 我覺得走的機會也挺高 脫英的機會也挺高 因為始終他們是同種同根的 雖然北愛很多人都是信奉新教的 其實我想我是這樣看的 我不是教英國政府做事 最後就是讓你自己選擇國籍 但是土地就和愛爾蘭共和國一起合乎 那如果你這些北愛的新教徒 你想留英的話 你自己就選擇英國國籍 那就在英國其他城市生活 蘇格蘭這樣 不過這麼說 記住 信奉 也有很多天主教信奉者的蘇格蘭 不知道蘇格蘭隱憂更加大 北愛這麼小 經濟實力不如我們都可以走到 這樣你就連以效應了 是嗎? 是啊 我正想說這樣 那你就玩完了 就是變回到這個都獨王朝 就是這個史都華王朝之前的事 就是英格蘭三賭分裂三個王國 以後注定你是二流國家 你英國人能否忍受呢? 那這些就 是啊 那些王人都忍受不了 是啊 唉呀 大英變了小英 剩下威爾士和英格蘭 好了 那這次節目時間到這裡 多謝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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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